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这时候科技巨头财报非常多 但是很多财报都很弱 同时Q2环比下降了0.9%的GDP 也官宣美国正式进入经济衰退 然而市场却好像很happy 让人有一种牛市又回来了的感觉 巨头们在财报后也不停地大涨 秋年重灾区亚马逊在财报后也暴涨了10% 好像弱财报和经济衰退被price in完了一样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2月份亚马逊出财报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而亚马逊和其他巨头的股价随后很快地就回落了 所以这次到底是一波流还是真的要起飞了呢 今天我们就调一些比较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公司 来试试回答这些疑问 而我们今天选的都是宏观经济的前线行业 对经济衰退最敏感的那些公司 比如电商亚马逊,广告业谷歌和传统零售沃尔玛 我们会从他们的指引,电话会议和财报里 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宏观信号 和市场是否已经price in了Q3指引和经济衰退的落实 不过其中的沃尔玛其实在这周是没有出财报的 只是他们提前下调了指引 正式的官宣进入衰退期 因此沃尔玛也是非常值得聊一聊的 当然啦,这整个视频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那我们开始吧 对了,这周我们的新频道出了一期关于晚清首富 大战李鸿章的视频 一段关于商斗争的历史 或许能够从中反映出很多现代的问题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 或者评论区你的链接观看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在聊到科技国这周繁荣的大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零售沃尔玛在这周给市场的惊吓 那就是他们直接的大幅下调了Q2和2022年全年的指引 从原本的盈利持平的Q2指引 和今年全年衰退1%的EPS指引 下调到了现在Q2 EPS衰退8%到9% 和今年全年衰退11%到13%的EPS预期 意味着沃尔玛宣布正式进入衰退期 因此其他还没有宣布衰退的零售商 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毕竟很多其他的零售商主要卖的都是一些非必需品 他们大概率只会比有超市业务的沃尔玛更惨 这也是为什么分析师们现在都开始预估 Target今年的EPS会衰退36%了 而这次沃尔玛大幅下调指引到衰退的原因 其实跟Q1的时候我们在视频里讲到的是一样的 那就是通胀厉害,经济不好,大家的钱包缩紧 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电视机等高利润产品 把消费更多集中在低利润的食物等甘需商品 因此沃尔玛的EPS就预计大幅下降了 不过因为通胀的原因 铜电营收在今年预计还会增长6% 毕竟大家不买电子产品 买食物也是能够提高营收的 只是食物没有什么钱赚 不过沃尔玛下调EPS指引除了因为通胀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上一次在视频里有提到过他们库存过高的问题 没错,沃尔玛的库存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降价促销来清库存 导致他们的EPS进一步的被削弱 特别是以现在的宏观环境 他们的库存更难被清理掉 其实不只是沃尔玛,我们前段时间讲到的耐克也有一样的高库存问题 在经济不好时,耐克也很有可能需要打折轻货 所以耐克的EPS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下调指引的可能性也不小 还有就是沃尔玛在两年前搞的订阅服务 可能也会在这个宏观环境下会表现不好 因为在大家钱包紧缩的时候 首先放弃的会是不必要的订阅服务 因此订阅服务也很难在这个时候提高沃尔玛的利润率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从沃尔玛的指引和管理层的话中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宏观恶化到见底了 或者要反转的信号 暂时宏观还在下跌趋势中 虽然市场在貌似对这次财报季和目前程度的经济衰退 已经price in了不少 但是分析师对很多公司在2023年的预期依然是很乐观的 比如华尔街预估沃尔玛在2023年时 EPS会增长14% 也就是他们预计沃尔玛的盈利衰退 是不会持续到2023年的 所以很明显市场还没有price in 2023年后经济大幅恶化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还处在下跌趋势中 而且分析师在今年年初时 也没有想到今年沃尔玛会衰退这么多 他们在今年年初时也像是现在对2023年一样乐观的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是错的 因此分析师的乐观预测不是很靠谱的 意味着在宏观出现反转信号之前 我们对明年最好还是保持保守的态度 所以想长期投资沃尔玛的小伙伴呢 我认为最好还是继续等待113和100块的时辰位 才考虑建仓 目前的行情就是大盘在回踩时可以考虑建仓 因为市场貌似已经price in了Q3的指引了 但是涨了不能追高 因为Q4和明年的宏观经济 依然有继续恶化超过预期的可能性 好前往线下零售沃尔玛后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广告业谷歌的财报 首先谷歌和科技公司的业绩不好 也是预期之类的事情 因此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而谷歌在Q2业绩方面 他们的营收和EPS都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属于double missed EPS低于的幅度有6% 营收低于的幅度有0.16% 不过这些分析师的预期其实不算高 因为这些预期已经连续被分析师下调过了 尤其是snap连续两次下调之以后 其他的广告相关公司的预期也都跟着被下调了 然而谷歌最终的营收和EPS还是低于的预期 原因我们也已经很熟悉了 那就是因为通胀和经济不好 打广告的商家少了 商家的预算也降低了 所以像谷歌和meta他们广告业务赚的钱也少了 同时Q2因为汇率问题 谷歌的营收增速也因此额外的损失了3.7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加息和抢美元对跨国企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会造成跨国企业的盈利缩水 其中的原因就包括了 当跨国企业把在国外赚的钱换成美元时会变少 同时抢美元也会降低美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 而美联储未来的持续加息 只会给跨国企业造成进一步的盈利压力 所以美联储未来加息力度的强弱 会是未来很多公司指引强弱的因素之一 不过回到谷歌的业绩上 他们在年初QE的时候 谷歌的云端业务还挺强的 但是在Q20云端业务却开始有点松动了 云端收入有62.8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5.6% 低于预期的64.1亿美元 又是一个miss 不过在这方面 微软的云端业务也是小miss 一样不如市场的预期 所以这应该是宏观含应的问题 尤其是汇率的问题 至于谷歌主要的收入来源 也就是广告业务方面跟预期一样 比较弱 其中方法最明显的是YouTube的广告收入 也就是只增长了5% 有73.4亿美元 低于预期的75.2亿 5%的增速确实挺低的 因为YouTube过往的广告收入增长都很高 比如去年同期增长了84% 不过广告除了受宏观的影响以外 抖音也是YouTube正在面临的问题 可以说抖音是所有互联网巨头的公敌 这方面可以说是无解的 因为随着时间 未来只会出现越来越多互联网的竞争对手 这个赛道确实还挺拥挤的 毕竟消费者每日的时间是有限的 但是娱乐方式却越来越多了 因此我们才看到像Facebook这种巨头 被逼到冒险走向转型 改名和试图突围的道路 而谷歌采取的方式却不一样 谷歌更多是把前头入境人工智能 搜索引擎 移动设备和云段业务等等 尤其是在AI的研究方面 很有可能是谷歌未来的突破口 所以比起Meta 谷歌的发展方向要稳妥一些 不过回归正题 从上图里我们能够看到 谷歌的整体广告营收也只同比增长了12% 回到了疫情前的增速水平 当然了 如果经济没有出问题的话 那么理论上 在疫情后时代 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增速 是会比疫情前上一个台阶的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增速都是和2021年爆发后的最强业绩和经济良好时做的对比 所以如果今天的经济继续良好 那么科技和线上公司的短期业绩也不至于放缓这么多 毕竟疫情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两年前的疫情肯定是长期利好科技公司的 只是因为今年经济衰退 才显得科技公司的业绩看似没有那么亮眼而已 所以科技公司依然是未来 只要等到下一个经济周期 我们就能够从届时的财报里 看到疫情后时代的催化剂了 不过回到YouTube方面 谷歌在上周时宣布了YouTube会和Shopify合作 进一步的推动自媒体电商 也就是以后YouTube博主可以把在Shopify的电 连接到他们的YouTube频道上 能够更好的带货 很明显因为抖音电商的成功 YouTube也在开始转型 试图获得广告以外的更多盈利渠道 最后在指引方面 谷歌是没有给的 他们在年初QE的时候也一样没有给 只是口头上描述了一下各项指标的预期 不过分析师预估今年的营收增速会有12.89%左右 2023年会有12.68% 同时EPS在2023年会预计继续增长3% 当然了这个前提是基于2023年经济会开始恢复 如果2023年经济继续恶化 那么EPS能和近年持平不衰退就已经很不错了 别说增长了 因此对明年的预期大家还是保守点比较好 不要太依赖于分析师目前的乐观预测 整体来说 谷歌的财报差 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尤其是在Snap的爆雷财报出来后 很多广告互联网公司都大跌过了一轮了 还有就是 谷歌没有给具体的指引可能也救了一下它们 毕竟很多公司的股价都死在指引上 比如Meta在刚出财报时没有怎么被砸盘 然而当指引一出后 股价立马就被砸下去了 不过 谷歌在财报后的第二天能涨这么多 很可能也是因为当时纳指在支撑位附近 之前就已经连续跌了好几天了 所以市场也可能想借机挤一挤空头 毕竟纳指正处在一个短期的震荡小反弹走势中 反正市场就是觉得怎么赚钱怎么走 但是对于长线来说 目前不排除宏观会在Q4继续恶化的可能性 而且华尔街现在对2023年的预期确实挺乐观的 还没有PriceIn明年最坏的情况 加上暂时大盘依然不具备追高的条件 所以如果大家有耐心的话 最好等待回踩时才加仓 也就是现在还是等纳指回踩11500点到11700点附近的时候 再加仓科技去投挥好一些 好讲完谷歌后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压轴了 也就是在这周出财报后就炮涨了10%的亚马逊 我第一眼看到财报后暴涨时确实感到有点意外 但是当我仔细地看了眼财报后发现 亚马逊的涨幅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就是华尔街的老套路 预期游戏 没错 亚马逊有多个关键指标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毕竟在前几个季度的连续下调指引后 华尔街对亚马逊变得非常的悲观 预期都很低 当然了华尔街的预期是可以被操控的 因为都是一对分析师做的人为预测 但是股价的走势很多时候就是围绕着分析师们的预期走的 出财报时 华尔街会经常用预期来杀空头或者杀多头 不过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有疑问 亚马逊在Q2的每股收益难道不是亏损的两毛钱吗 这可是DAF的低于预期 哪来的超过了预期呢 其实这两毛钱的每股亏损里面 包含了Raven股价下跌后的39亿的非现金投资亏损 如果我们把这39亿的非现金的投资亏损拿掉的话 那么亚马逊的实际营业的EPS是正的一毛八 这是要靠过分析师预测了一毛二的 而Raven的非现金投资亏损或者收益呢 在每个季度都会随着股价的涨跌变来变去的 因此单从营业的角度上来讲 亚马逊的EPS其实是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的 当然了Q2 EPS总共有一毛八呢也不见得有多好 毕竟这EPS可是同比衰退了76%的 是真的不太行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至少超过了分析师们的预期 所以股价要被拉高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尤其是在之前各个企图们的业绩都低于预期的时候 和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 Q2的业绩能超过预期 市场貌似也满足了 而在营收方面 亚马逊也超过了预期 Q2的营收有121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0% 超过预期的幅度有1.76% 刚好超过预期 但他们的汇率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墙美元导致他们的营收增速 额外衰减了3.2个百分点 这是非常多的 而这个负面影响是要超过Q20所预计的2个百分点 所以加息对经济的伤害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不过说到预期 亚马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也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那就是他们的Q3营收指引 亚马逊预计Q3的营收会在1250亿到1300亿之间 也就是同比增长预计会在13%到17%之间 这是超过了分析师预估的1264亿 之所以营收还好 是因为营收增长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通胀的助力 但是它至少是实打实的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因此Q2业绩和Q3的营收指引都超预期 让股价在财报后上涨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上涨的10%还是蛮夸张的 故意杀空头的情绪很深 好,说完大概的情况后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亚马逊财报里的一些细节 首先,亚马逊的AWS云端业务比华尔街的预期要强一点 营收达到了197亿美元,刚刚好超过了预期 同比增长也高达33% AWS云端业务依然是支撑亚马逊盈利的关键武器 因为如果我们把AWS的57.15亿的营业利润拿掉的话 那么亚马逊的营业亏损会高达23.98亿美元 这是非常多的 而且他们预计Q3的总营业利润会在0到35亿之间 如果责重的话,那么将会是17.5亿 如果拿这个数字和亚马逊之前的营业利润相比的话 那么真的是每况愈下 意味着亚马逊主要的电商业务还在衰退趋势中 在Q20,他们的电商业务也已经衰退了4% 所以亚马逊的整体财报超过了预期 不代表其他纯电商公司和线上支付公司也会超过预期 因为亚马逊的总净利润能够扛住 完全是靠他们AWS云端业务 因此如果我们只看亚马逊的电商业务 会发现其实宏观暂时还没有好转 Q2的问题会继续延续到Q3 且电商业一就是不乐观的 加上其他同行业的公司的业务 没有亚马逊那么多原话 他们只有重灾区电商支付业务 所以其他的电商和支付公司的财报 低于预期或者下调指引都是很正常的 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反复提到的 也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分析师们对不同公司在2023年的预期的话 会发现他们的预期很多都是偏乐观的 也就是分析师们很多都认为 2023年经济会逐渐康复 这次衰退不会很严重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的股市还没有price in 明年最糟糕的情况 目前可能只是price in了Q3的指引 所以现在只适合等待股市回踩时 阶段性的买入 而在年底Q4的时候还会再出现一次阶段性买入的时期 之所以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一直等下去 是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和100%确定 2023年就一定会比华尔街的预期差 经济就一定会大衰退 虽然现在看来宏观在Q4继续恶化的几率不小 但是2023年的下半年也是有复苏的可能性的 凡事无绝对 因此在现阶段 在经济衰退确认的大时落下后和市场情绪对Q3指引偏好的情况下 谨慎的在大盘接下来的回踩时 阶段性的建仓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根据我过往的经验 就算继续等下去 以后要是真的遇到了底部时 还是会继续的干看者等下去的 可能最终没有加到什么仓 这其实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策略就是要么每个月闭眼定投 要么在接下来股市回调时 阶段性的买入 然后等到今年年底时 再看情况来考虑是否继续进行第二次的阶段性加仓 至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回踩点位 目前看纳指的11700点 当然了到时候有100多点以内的偏差是很正常的 暂时来看只要纳指11300点不跌破 那么短期的震荡是缓慢上涨的趋势还是在的 而且大家也可以放心 就像我们过去一个多月一直在说的 也就是大盘一定会多次反复回踩的 会一直震荡 不会真的就这样一飞从天不回头的 视频的最后我们会看一下我的大号这周都做了些什么操作 M1定投账户和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表现如何 自从2021年7月开始定投的M1定投账户的股票价值回到了34240 目前等待8月份大盘回踩时在继续的定投 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也没有任何的操作 大号也一样 接下来耐心的等待大盘的回踩 如果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 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就能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或者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面的会员加入链接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在群里见 好的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 如果不小心手滑了 点到这个小铃铛那就更棒了 这样下次有新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